赵丽颖跟杨幂终于扛上了,明年两部剧打对台,你支持谁?2017年已经过去一大半,比起大荧幕上只有一部《战狼2》独领凹头,今年小荧幕可谓是百花齐放,不仅有景田首次出演电视剧《大获好评》,还有孙力的新剧《热播》,以及《马依丽》、赵丽颖、杨幂等小荧幕女星推出的立作,大部分都受到了欢迎, 眼看着许多明星凭借小荧幕的表现翻身,不少电影咖也纷纷选择了回归小荧幕,比如妮妮晨坤的《黄泉》《一天下》、周迅的《如意传》等等,都颇受期待和关注,今年的小荧屏收获颇风,于是明年的许多作品还没有定档,就已经受到观众的热烈期待,尤其是杨幂的两部新剧,以及赵丽颖的两部新剧, 有意思的是,两人的两部剧,都分别是一部现代戏,一部古装剧,杨幂的分别是谈判官、扶摇,赵丽颖的是《青城时光》,知否,目前赵丽颖的《青城时光》还在热拍中,预计10月左右杀青,然后进组拍摄知否,而杨幂的谈判官,已经在今年年初杀青,目前正在热拍扶摇, 而明年这两位人气花旦的剧都将播出,所以新一轮营平收视厮杀已经悄然开启,各家卫视为了争取独播权,可谓是早早就ad quote,暗流涌动ad quote, 这部,最近蓝梅台就抢先公布了2018年的特播剧,杨幂的扶摇赫然在列,虽然还在热拍中,但是该剧备受瞩目,各方已经早已开始抢播出权,而杨幂年初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,就是在蓝梅台播出, 所以扶摇如果能落在蓝梅台播出,也算是粉丝们众所期盼的事,因为如果落入芒果台,那么很可能会遭遇神剪辑,拖踏重复的剪辑手段,已经让观众诟病,但是杨幂的另一部现代剧谈判官,据说很可能将由芒果台播出,只是会不会同时间播出,自己打自己,也不一定, 而芒果台明年也很有机会将争取下赵丽颖的知否播出权,要知道赵丽颖几乎美不火了的剧,都是芒果台播出的,这次自然也不例外,只是众所周知,芒果台神剪辑手段,已经让观众诟病,之前花仙谷,以及今年的楚桥传都实力被坑,让赵丽颖本来可以收获好评的剧,高开低走,最后结局烂尾收场, 可以说是相当坑眼缘了,如此看来,明年小盈平上的收视率厮杀,势必将落在赵丽颖跟杨幂这两位花蛋身上,毕竟最近刘诗诗的《罪玲珑》已经算是扑街,新剧还没有下文,而刘亦菲也没有新剧推出, 《小盈平》上除了电影咖回归之外,就都是小花的一些剧,赵丽颖跟杨幂自然要扛起盈平收视重责,而对于赵丽颖跟杨幂的新剧,大家比较想看哪一部, 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,二,你和我的青城时光观微,三扶摇,四谈判官